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品味 FM98.1 酒吧新闻台 欢迎收听酒吧行家品味 我是一萍 不晓得听众朋友平时运不运动呢 老实说呢 我是一个非常崇尚运动 但是又非常懒得运动的人 所以我平时说实话 我在脸书上看到那种小小的文章 然后叫大家随便做几个运动 可以说什么练一下核心肌群 说练一下哪里的 我都还蛮有兴趣的 那前一阵子呢 我其实有注意到一本书 医生说请你运动时最强对症运动指南 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这本书里面写到的一些观念 还有他教的一些动作 其实好像还蛮简单 而且容易了解的 然后没想到 在去年底的时候 他又出了一本书 专门针对女性的哦 然后他的书名也是一样 只是他多加了两个字 叫做女性 他的书名就叫做 医生说请你运动时 最强女性对症运动指南 那可是这本书呢 其实是一个日本的作者 叫做中野詹姆士修医 他写的名字很长吧 我们我不晓得 他为什么名字要这么长 不过所幸的是呢 我们台湾有很多 不错的医师啊 还有专业人士帮他代言 那我们今天节目现场 就邀请到了一位 知名的物理治疗师 兼体能教练 郭世震 郭治疗师 哈喽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物理治疗师郭世震 是 那个治疗师 长得非常帅 我觉得书呢 这个出版社非常的棒 非常会找代言人 为什么你会帮这本书代言 这本书代言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 其实这本书 这本作者 他其实本身也是一名 体能治疗师 应该说是健身教练 对那他里面有一些 穿插很多医疗的东西在里面 那其实跟我们台湾的物理治疗师的环境下 和交了一些观念 其实不梦而合 其实我们很常常在建议 病人除了在做治疗之外 其实你更应该需要进行做所谓的运动这件事情 对那运动 那至于要做什么运动 那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治疗可能是已经到了 你有点小毛病的状态了 但是他的前一步就是 预防重于治疗嘛 就是说他是在预防的阶段 就是请大家要先运动 对不对 对但其实呢 你除了预防 运动在预防之外呢 其实你在治疗完之后 你其实你更要运动 为什么 因为你避免可能又跑 又会有受伤又有问题 是 对你可能又回到之前的状态 所以你更应该要再做治疗完之后 你更应该要再做运动 去维护你现在该有更好的状态 OK 好 那这个呢 詹姆士休一他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说 他其实前面写到那本书的时候呢 他其实是针对男生女生都可以用 那他特别 这次又特别针对了女生写了这本书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他说 他之前会购买他那本书的人 其实有一大半其实都是女性 但是他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其实女性在运动 有养成运动习惯的比例 却比男性少很多 很好玩啊 你买书买很多 但是有运动习惯的人却很少 就是我这种人啊 就是很喜欢看 然后就是心向往之 但是实际上去行动的人却比较少 对却比较少 那他就会觉得很奇怪 那这时候就 这时候就可能 他就会开始去慢慢去找些问题 其实女性会最常没有 女性会没有养成运动习惯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没有力气 没有激励这件事情 对我常常就是可能 我的困难就是说我想要做 可是我就是例如说深蹲好了 力不从心 我做五秒钟我就做不下去了 然后我就觉得 哦好痛苦我不想做了 对你就很容易放弃 无法持续 对没错 那其实这就是最主要 这也是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没有激励 没有这个习惯 那其实大家我们在学习 在以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上体育课嘛 对可是体育课 其实往往都只是打打球 跑跑步 但却没有特别针对激励这件事情 去做训练 去做帮学生做教育 对但其实这就是我们慢慢延伸出 我们现在很多人的问题 缺乏激励 对那这时候可能提到说 那为什么打打球 跑跑步 却没有办法增加你的激励 对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把你的肌肉 做一定的破坏 当我们肌肉没有到一定的破坏 没有一定的负荷的时候 它其实不会有所谓的 超修复 我们肌肉其实在运动的时候 它会受伤 那受伤的时候会修复 那修复的时候 我们身体为了避免 就是你可能在做之前 那个运动的时候 可能没有办法去负荷 那这时候我们身体会多一个 现象叫所谓的超修复 对 就会让你的能力更加提升 也就是说你的肌肉 会变得比较大 比较壮 对那这时候你的肌力 就会比你之前在做 那项运动的时候 来得更好 所以原来跑步跟打球 是不会增加你的肌耐力 对是不会的 是不会增加肌力的 对因为你没有让你的肌肉 到一定的破坏 一定的负荷 所以说你的肌肉没有到 没有就不会修复 那你没有修复的时候 你的肌肉量就不会增加 所以这本书有提到一段话 我觉得还蛮 虽然蛮凶狠的 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听听 它就说 如果你做的运动 是没有办法增加你的肌力的话 那你都是在浪费时间 对 他其实里面有提到蛮多 就是一般我们对于运动的 一些错误观念 也是在强调这一部分 对不对 对没错 例如他就会特别去检讨说 为什么 大家走一万步 却没有办法增加你的肌肉量 就很简单嘛 我们不是提倡 就是天天一万步吗 对 其实你走一万步很好 其实这个医生 台湾这个医生 当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 其实只是希望民众 有一个活动的习惯 活动 还不至于到运动哦 只是活动 对 活动就是指说你日常生活中上下楼梯啊 就是出去丢个垃圾 或是在工作这种活动 这个没有不好 这个没有不好 对 你养生这活动周周路是很棒的 因为现在人都久坐嘛 那你活动是好 但是如果你要到达运动的话 你就是要一定的辛苦指数 要一定辛苦 例如像你要够喘 够累 会觉得连话都讲不清楚 这种程度 那才叫辛苦 那可能那才有达到运动效果 那如果你今天跟我说 你走一万步 可是脸不红气不喘 还是可以正常的聊天 那你这样根本没有运动 不达到辛苦的程度 就不叫做运动 对 这是他书里面有强调到的 然后还有就是瑜伽也不算是运动 其实瑜伽其实是 他其实书不是这样讲 他只是特别针对说 瑜伽的确一开始 他是可以帮助你提升你的肌力 你的耐力 为什么 因为你是在地垫上面 用自己的体重当做身体的负担 用体重当身体的负担负重 对 但是这会有一个所谓的天花板效应 因为你的体重没有办法无限的增加 对 所以说你可能练瑜伽 可能一开始你前一个月 哇很辛苦一直撑 做棒式啊 仰卧其中可能都做不出来 但是你身体会慢慢的习惯 你会适应 就跟我刚刚说的 你身体有到一定的负荷 它会超修复 当你超修复 你的肌力 肌耐力 全部都往上提升的时候 这时候你的体重 还是跟之前一样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额外的增加 所以说你很快就习惯 这个强度 当你身体习惯这个强度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再给你身体 带来额外的负荷的时候 你身体就不会再更强 更厉害 所以瑜伽只能 就是维持在某一个强度而已 当你要增加的时候 你要寻求另外其他的帮助 对 你可能身体就要 可能要背一个很重的背心啊 或是额外拿个哑铃啊 你就要增加其他的项目这样子 对没错 增加负重 哦 所以它里面其实有些 告诉我们的有些观念 其实不是不能做 只是说在你寻求要更上 上一层楼的时候 其实它就不够了 对它不够 会让你卡关啦 OK 好 那它里头还有讲到一些 关于就是说 减肥的一些观念 是 就是说像我以前比较瘦的时候 我就一直觉得说 我应该不需要运动 因为我就已经这么瘦了 再运动下去怎么还得了啊 这样子对不对 对不对 主持人有没有听过 有一个名词叫做泡芙人 有 我之前有听过 对 其实泡芙人就特别指说 就是看起来瘦瘦的 哇好像很苗条很健康 但其实 它身体的肌肉量很少 但是体脂肪 对 油很多 体脂肪很高 那这种我们就称为泡芙人 对 所以说我们看一个人健不健康 其实不是只是看他的外表 你反而要去 你要特别去注意他的肌肉量 他的活动力 他的肌力够不够 那才是重点 对像我们 像我之前在诊所的经验 很多阿嬷很瘦啊 瘦瘦小小啊但是膝盖痛啊 腰痛啊 手举不起来 你说他很瘦很苗条 没错 但是他不健康啊 他一点都不健康 所以说重点不是看以后 他的外表健不健康 而是你要去知道 他的肌肉量够不够 才是重点 那至于减肥这件事情 如果民众 大家真的要减肥的话 首先还是要去先增加 你的肌肉量 你还是要增加肌肉量 为什么 当你肌肉量增加的时候 你之后可以燃烧的脂肪量 慢慢的也会跟着增加 对 可是这时候大家都说 可是很多人不是说跑步游氧 或是就是跑步做游氧或游泳 这些游氧运动 不是可以直接燃烧脂肪吗 对 没错 是没错的 但是你燃烧脂肪的程度 绝对会比你重量训练 燃烧的程度来的少很多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做完重训的时候呢 你燃烧的脂肪 它是可以延续在你 重训完之后 它还会继续燃烧哦 但是你做有氧运动的时候 你只有在有氧运动 那一个小时那一个moment的时候才在燃烧 但你运动完的时候 你可能就停止了 而且这时候你吃个什么 吃个鸡排啊 吃个乳酪饭吃个泡面 补充一下 哎 热量又回来了 哦 那感觉做有氧运动比较不划算的样子 投资报酬率差很多 哦 瘦瘦瘦瘦 原来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可以局部的去受某个部位吗 啊 这个绝对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这我常听到 我觉得书里面作者讲到一个例子很好笑 我觉得他就说 这个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办到的 他说不然你看 你每天在讲话嘴巴 为什么不会因此这样子就消瘦下去了 比如说嗯 这样子很有道理 他这样讲 对没错 但是我会有一个更精准的一个说法 你吃饭都不会有局部胖 那减肥怎么可能会有局部瘦这件事呢 哦 所以你的脂肪一定是全身性的 全部性的一起提升 那当然减少也是全身性一起减少 绝对不会有什么局部胖局部瘦这种事情 所以这个是一个迷思这样子 对是个迷思 哦 而且大家会有个更好笑的迷思 大家会说啊我肚子很大 那我坐羊我起坐 对 可是我怕腿变粗 所以我不要练腿 这不是很奇怪吗 嗯 你练腿腿会变粗 但你练肚子怎么腰会变细呢 哎对啊 怎么会这样子到底是谁 谁告诉我们这种事情啊 所以说民众有很多那种都市传说 我就觉得怎么那么神奇 减肥这种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奥妙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告诉大家这本书叫做 医生说请你运动时最强女性对症运动指南 这个书名非常的长 这个是由中野詹姆士修医所写的 我们这一段呢先进行到这边 下一段我们继续来跟郭士正治疗师呢 请教关于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些重点 FM98.1 98新闻台 欢迎收听酒吧行家品味 我是依萍 今天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邀请到 物理治疗师以及体能教练 郭士正郭治疗师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哈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郭士正物理治疗师 是 哎你太多好长哦 不好意思 学生都怎么叫你啊 我们都叫郭老师 哦郭老师 好啦我们就叫他郭老师啦 郭老师呢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 帮我们来呃介绍这本书 中野詹姆士修医所写的这本书 医生说请你运动时最强女性对症运动指南 郭老师你的学生里面女生多不多 哦其实非常多 其实一个健身房最大来最最大部分其实都是女性 都是女性 其实很好玩 我们曾经有观察过这现象 然后也合理的去推断出结果 其实原因是因为男性都比较特别相信自己 觉得只要是重训这种这种运动东西 想说去网上看一看或是朋友问一问 就可以自己练了 但是反观女性反而会去询问或去咨询 对他们愿意会花这样的金钱在 呃投资在自己身上 就是跟男 这是台湾男生跟女生最大的差别 所以你教女生的项目都是重训吗 呃其实重训 然后还有所谓的悬调系统 类似有氧运动 哦就是有氧运动跟重训为主 对没错 OK那女生 我看到这本书里面作者说 女生其实在练肌肉的这个项目上面 其实比男生还要困难对不对 呃对 先天的条件上面 没错 所以说听众朋友不要相信说 做个一两次重训就变金刚芭比 其实是不可能的 对因为其实跟我们身体内分泌有关啦 就像我们肌肉组成 必须要所谓的搞固酮 那男性本来就会比女性多一点点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 女性比较不容易练出肌肉来 但是如果女性 呃接触重量训练的话 就因为你比较不容易练出肌肉来 所以说你不会特别的那个肥大 反而会变得比较纤细漂亮有线条 如果说真的练起来了 反而会长得比较好看 对有线条 重点是线条会比较漂亮 不会像男生这样一块一块 几碗几碗那种状况 OK那通常如果说认真练要怎么练 频率要怎么练法会 才练得起来 呃其实当然 呃我讲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好像一些真的已经是比赛的选手 他们可能一天会练两次 一天练两次 而且是每天也就是说一年365天 他都会去健身房 就是一直练两次 每天都练两次 对那一般民众我真的建议 一开始想要接触运动的这个人 首先我真的建议 你不要先太急的想要直接接触 就重量训练 首先你应该先养成一个运动习惯 如果你一开始都没有运动的话 你直接接触重量训练 你会很痛苦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你练完会肌肉痠痛 然后你然后 就再也不想去了 对你就很快就打退堂鼓就回家了 对所以我先建议大家 你先养成一个运动习惯 选择你先喜欢的运动 像我知道祖孙说你喜欢有做瑜伽 对对或是听众朋友 你可能喜欢跑跑步 没错一开始你先养成跑步的习惯 对当你觉得跑步已经不够的时候 那你才慢慢进到健身房去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要先有一个运动习惯 当你有运动习惯 你必定会有有一定的运动时间 那你养成的运动时间的时候 你再把这运动习惯拿去到健身房 那你之后就会固定时间到健身房报到 你之后就不会有任何的理由说 我今天不想练 或是说我今天哪里哪里不舒服 你就会很多借口 对所以说首先你先养成一个运动习惯 选择你一个喜欢的运动 然后OK的时候再到健身房报到 那到健身房报到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必须要跟你的教练去做讨论 对你要特别做什么 你比如说你想特别减脂肪 好那可能你的优氧比重 可能拉高一点点 但你还是要做重训 那你今天你已经很瘦 你想增加你的肌肉量 那你的重量比例就要拉高一点点 那你可能有哪里 比如说肩膀脖子痛 那你可能核心就要多练 对你就必须要跟你的教练去讨论 你的特别去针对你的状况去做调整 OK所以总归一句就是万事起头难 你就是一开始的那个习惯 一定要建立对不对 对没错习惯运动习惯 好那书中呢 其实作者有帮我们提到 就是养成肌肉的三大原则 这个三大原则呢 其实我有一点有看没有懂 他说这个三大原则 有叫过负荷的原则 然后渐进性的原则 跟持续性的原则 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概念很简单 过负荷其实就是指说 你的训练量一定要超过你平常 日常生活的能力 比如说好了 你的手可以拿10公斤 但是你在做训练的时候 你一定要拿超过10公斤以上 不会受伤吗 但当然前提是你的教练 要在你旁边看 帮你做指导 其实运动受伤是难免的 这是一定的 大家都会经历过 但你就是要把怎么受伤 这个危险性降到最小 那你的教练就很重要 对那过负荷的原则就是 你必须要去超过你日常生活中 你可以做的一些最大的能力 例如我刚刚讲 你可能平常你丢垃圾 你只能拿10公斤 但你做训练的时候 你就要拿超过10公斤 就是不能对自己太好 也没错没错 要挑战自我这样 所以说重训很辛苦 就原理你要一直不断的 那个push你自己去做 拿你之前平常会不会做的事情 对这就是过负荷原则 是 而且再来过负荷原则 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就是因为你身体过负荷 它会去破坏到你的肌肉 就我刚刚之前提到 你重点是要破坏肌肉 破坏肌肉 你身体会进行所谓的超修复 那超修复之后 你身体的肌肉 就会比之前来的更大 更壮 对 要更有力 对 然后再来渐进式 那当然就是 你不能一次跳太快了 你就是要循序渐进 慢慢的加 慢慢来 那这个就是 就是教练的工作了 教练要怎么去帮 那个学生调整 因为每天状态不一样 对啊 然后最后一点 就是最重要一点 持续性 就是不能中断 对绝对不能中断 对绝对不能中断 OK原来如此 好 那这个书中呢 除了其实它 最主要的重点是在讲肌力 就是要我们练肌力肌力肌力 那但是它其实也有提到 有氧跟伸展这两个部分 对不对 是 对 那有氧跟伸展 在我们运动的这个比重里面 它的那个重要性 又是怎么样 其实有氧 有氧很重要 就是我刚刚讲的跑步训练 其实有氧 它主要目的是要增加 我们的心肺能力 所以有氧的 我有怎么判断说这个运动是有氧运动 就是呼吸会比较快这样子吗 应该说你做的 你现在做这件事情 可能是低强度 但是重复性很高的 对 例如我可能会叫你跳绳 往上跳不难 就往上跳 就其实是轻轻的跳 往上跳不难 但是叫你重复跳 就是跳30分钟 40分钟 50分钟 这就是所谓的低强度 但是长时间 对 那相反的无氧的运动 就是有有氧运动 但是会有无氧运动 无氧运动就是高强度 低次数 比如说我叫你拿个100公斤的哑铃 扛在背上 然后叫你深蹲 对 如果这个时候 你可以蹲一到两下 那其实这就已经很厉害了 但如果你今天蹲100公斤 你可以蹲超过20下以上 那可能这个100公斤 对你来说就是有氧运动 对 那如果今天可以 你只能蹲到一下或两下 那这可能就是对你来说是无氧运动 因为高强度 但是低次数 OK 好 那伸展呢 其实伸展 其实这本书有特别写到说 人为什么要伸展 比如大家说 我哪里酸 比如说你肩膀酸酸 或手酸酸 那我们就说 叫你伸展拉拉你的肌肉 但其实这本书还有特别提到 其实伸展 它不是唯一 可以解决你酸痛的一个方法 对 你反而是要去做所谓的活动 而且是主动 自己主动活动 不是被动 不是有人帮你按摩捏捏 抓一抓 这才叫肌肉放松 你就不会酸痛 它其实是叫你 自己肌肉主动收缩活动 然后让你的肌肉 比较不会那么紧绷 然后降低你的肌肉酸痛 其实这是有道理的 你要想 当我们今天 为什么肌肉会紧绷 对 当然紧绷 为什么会产生酸痛 就是因为你肌肉紧绷 你的血液循环变得比较差 对 那循环变得比较差的时候 你代谢出来一些肺物 就会堆积在这个部位上面 然后让你产生酸痛 对 那大家知道 疼痛产生酸痛的道理之后 重点就是 你要去收缩你的肌肉 加速你局部的循环 把这些代谢出来的肺物 给排掉 对 所以他特别 在这本书里面 就有特别去教说 比如说你肩膀酸痛的时候 你要怎么透过肩膀的活动 运动 把这些 大家说什么乳酸 这些肺物给排掉 让减少你的肩膀酸痛 而不是单一透过只是伸展而已 就可以帮助你肌肉放松了 光伸展不够 其实非常不够 对 我觉得这本书它特别有 我觉得概念还蛮好的 它特别提到这一点 伸展很好 它可以降低你肌肉紧膀 但是你要 避免你紧膀产生出来酸痛 你反而是要去做活动 对 让你肩膀做活动 比你只单一做伸展来得更好 就是它所谓的什么 渐进式肌肉松弛法吗 这个渐进式肌肉松弛法 这个反而是那个 另外一个 它是自主神经 比如说有些交感 自主神经失调 对 那自主神经失调的时候 你肌肉就紧绷 对 因为自主神经失调 往往都是指说 你的交感神经 我们自主神经有两个 一个叫交感神经 一个叫副交感神经 对 那交感神经 它主要是让我们面对 战斗和逃跑的状况的时候 对 比如说前面有个老虎 对 那你看到老虎 你一定要逃嘛 当然你也可以跟它 战斗 除非你是武松 对 那你要 当你面对这种危险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我们交感神经就会出来了 对 那交感神经 它会有一个现象 就是你心跳会加速 呼吸会急促 对 然后肌肉会特别紧绷 对 那这个 那交感神经失调 就是指说 你在 没有在压力的情况下 但你的交感神经 还非常非常的旺盛 对 那你要怎么去减缓 这个状况 对 那这本书就有特别教到 就是 渐进式肌肉松弛法 对 它是透过呼吸 然后同时还有透过你自己肌肉 先紧绷用力 然后再慢慢的全身放松 把交感神经另外一个 就所谓的副交感 给诱发出来 因为副交感 它是把交感神 它们两个是互相抑制的 对 当你副交感神经出来的时候 你的交感神经 慢慢就会消失 自然而然 你的肌肉紧绷 跟心跳加速 这种紧张感 就会慢慢的减少 平时我们讲说什么 交感神经失调 就是那个副交感 一直出不来 对 主要就是 那个交感神经 一直处于一个 亢奋的状态 没错 OK 好 今天呢 我们那个 郭老师在现场 帮我们 就这一本 医生说 请你运动时 最强女性 对症运动指南 这本书的重点呢 帮我们提了非常多 包括 激励的这个重要性啊 还有说我们要怎么样去练激励 那我们其实下礼拜 还要再请郭老师来 一些小毛病 我们也可以靠着练激励 帮助我们来改善 今天非常谢谢郭老师 我们下周见